平川说论镜天天凉不瘦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非常令人惊心动魄的比赛 也就是中韩对抗赛的最后一场较量 这一次中韩对抗双方的比分咬得非常的紧 一共打15场 谁赢谁赢一局就赢一个小分 结果双方打完第14场 比分居然是7比7平 也就是说把悬念留到了最后一场第15场 好我们看看双方的一个阵容 出身在地图右上角是蓝色的人组ID叫普通话补丁TH00弹组 中国队派出的是老将TH000 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 出身在地图的左下角红色的暗夜精灵ID叫我不整活 来自于韩国的Lolit 韩国队派出的是Lolit Lolit是目前仅次于Moon的顶尖暗夜 非常的强大 好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 暗夜精灵还是首发KOG 那Lolit这名选手打得非常的腰 套路也很多 好我们看一下这边弹总 弹总也是比较稳 首发的是大法师 弹总这个人的话 大菊光非常的棒 但是由于的话九输战争 最近的比赛打得不是很多 要打的话大部分也是打一些偏娱乐性 比如说随机之类的比赛 这一次弹总的话这凌威寿命 打这一场那么重要的比赛 可谓是抗压能力也非常非常的强 说实话赛前的话很多人都不太看好弹总 因为弹总毕竟好久没有打比赛 但Lolit这两三年一直在活跃职业圈 打得非常的不错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双方的一个发挥 弹总这边一出来的话直接练分框 暗夜精灵开的也是比较奔放 练一下地精商店 这里的话步兵侦察到了对方的一个位置 可以的 弹总的侦察做的也是很到位 不过暗夜精灵 这小精灵也侦察到弹总是在练一下分框 我们看一下接下来双方的一个博弈 小精灵过来确认一下 果然 这边分框练的还是比较的完美 水源算没有被网掉 然后扛了很多的一个伤害 练完之后等一些资源 资源一够 马上分分框 然后过来抓一下对方链级吗 没有 这里在抢这个黄皮 这个黄皮能不能抢到 先把野怪赶野怪引走 然后这边过来 能不能买 但是不太敢买 KOG在旁边 小步兵被缠绕了 这一波的话双方谁抢到黄皮 谁的话是稍微占一点优势 因为人走抢到黄皮的话 可以驱散对方的一个缠绕 对方抢到黄皮的话 你拿对方的缠绕就没有办法了 好 KOG过来疯狂骚扰了 我们看一下 这里开始疯狂的图笼 这一边的话 看看双方黄皮好像暂时都没抢到 这边KOG过来骚扰 但总先把对方给赶跑 分框一定要开出来 目前人足的话 单框打暗影 基本是没有机会的 必须开分框 开分框的话 要求选手的这个细节非常完美 暗影精灵 留了一个小AC 过来侦查 另外一边的话 这里的话看一下 好 还想去买一个黄皮 但是这里有个AC 埋伏在这里 双方还在抢这个黄皮 结果无油 被暗影精灵抢到了 那但总这里稍微的有点亏 没有一个小黄皮 这边KOG的话 双头还 等一下魔法之恢复的差不多 一个缠绕 杀一个的兵 这里很难受 大法师的话 想追杀一下这个黄皮 不能让你 不能让你来驱散我的水元素 继续去追杀 但是对方回家了 家里的话有井水 目前拿对方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好 这里步兵过来 看看要不要压制一下暗影 暗影这里的话 没有选择Rush的一个打法 他选择的是升本 升本 我们看一下是单框出雄 还是说双框来出 这里的话大法师一直在侦查 家里的话圣塔在升级当中 资源的话差不多个就可以升本了 这里步兵过来确认一下 对方的一个位置 大法师要不要买个鞋 说实话 目前的话 人族资源比较的缺 好 买了个单船 买了个单船 资源人族非常的缺 现在的话继续练 把大法师提到二级再说 暗影精灵 现在比较稳 没有选择Rush 而是选择练一下旁边的响点 KOG再练一个点 马上到三 三级之后 无论是升二级缠绕 还是二级小数人 对于人族的压力都比较的大 我们看一下 大法师这里到了二级 二级之后一直在侦查 这里双线练完了一些小怪 这里大法师看见了 好 原来你在这里 还是找这个黄皮的麻烦 黄皮的话走位很不错 加加血喝喝井水 缠绕一下赶紧跑赶紧跑 目前大法师状态还可以 然后侦查到了对方一个位置 接下来看暗影怎么打 暗影的话有可能是二本Rush 也有可能是三本出雄 这里的话步兵还在练 然后家里呢 继续补塔建筑学造一造 好暗影精灵二本好 直接二发一个那家屋 大法师走位小心点 那家这个兵戒会有点猛 这里暗影精灵二本就过来压 难道会出这个风德压制吗 这个时候弹总要把侦查做得很到位 好我们看一下步兵 练得差不多要回家防守一下了 暗影精灵过来进攻 赶紧把这个铁匠铺修好啊 后面的话要去出一些火枪 小数人想过来 嗯现在缠绕很猛啊 杀你的步兵 只有一根深塔啊 这一波的话人组建筑学还可以 好先把步兵给处理掉 然后想处理圣塔吗 圣塔没有那么好拆 这个时候步兵回来了 步兵回来大法师回来了 不过现在二级半 暂时没有三级 如果有三级的话 二级水元素就比较好守 不过暗影精灵的话 稍微换一下 他主要是给弹总啊 一个虚假的印象 让弹总以为对方是一个 二本Rush的打法 但是他其实是 我们看一下 他出的还是知识古术 那他应该还会出三 还是三本 三本熊路 一百二本的话 都是出封德过来Rush 那这一波没有 没有封德AC 那这个时候的话 大法师还在家里扛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弹总开始造塔了 弹总还是觉得对方可能是一个Rush的打法 所以的话前期要把资源放到塔上面 但其实对方并不是啊 对方的话就是消耗你的资源 让你把所有的资源出来留到防御上 没有很多钱啊 去升本或者是出兵 暗夜精灵啊 初步的一个计划达成 过来稍微换了一下 给人组一点压力 然后自己撤了 五原来是一个开分框的打法 这边的话基地造在了这 链这里 我们看一下好弹总过来了 发现了之后感觉 哎上当了呀 赶紧啊 调整自己的一个战略措施 KOG继续在这里换 给人组一点压力 二本身好 二发的是一个山丘 过来一看 哇原来对方在开分框 务兵升好了点队 打一些小AC 哦呦 KOG 哇 这里暗夜精灵 Loretta压力也是有点大 他因为中间把树给开了 所以他KOG回来的时候 他默认是走最短的一个路线 所以他是从这里走 结果被野怪给围杀了 哎呦 大马吃 这里也控制了很多的一个压力 哎 这一波的话 暗夜精灵刚才套路了一下弹子啊 这是野怪 把暗夜精灵给套路了 好 双方又回到了一个起跑线 接下来的话 暗夜精灵死了一个英雄啊 死了个英雄买出来 至少要花三四百块钱 这里步兵继续干扰一下暗夜开分框 弹化石状态不是特别好 还是没有到三 好 暗夜精灵直接把KOG给买了出来 然后继续把分框给开出来 暗夜精灵啊 人口的话 这几百块钱如果花到部队身上 人口会提高十几二十人口 这一波他选择了买英雄 所以的话 人走得以缓一口气 我们看一下弹总 英雄回家补一下状态 二发了一个山丘 好 步兵在这里的话 也是死的差不多 这是拖延了一下暗夜 看分框的一个节奏 这个时候 暗夜精灵物有激励炼的 也是比较的残 好 我们看一下 单走二本生好这边 出二本兵要开始爆兵了 家里刚才塔放下 后来发现对方是一个开分框 不是Rush的打法 所以塔暂时没有去升 可以的 只是升了一根剑塔 还可以 资源的话没有浪费太多 好 开始练及了 大瓦是要到三 然后山丘最好是到二 如果能到三 当然是更好啊 家里出火枪 火枪加上男女巫 后面 诶 可以的 补了小炮啊 这边的话 车间先出一个飞机去侦查 后面出小炮 小炮工程能力啊 非常的强 我们看一下 这边山丘打了个大蓝 好 大法师到三级之后 绕一下经验值 暗夜精灵 那也开始稳打稳扎 开着分框 嗯 升这本 三本已经升好了 熊马上就要出来 熊一出来会非常的强势 这个时候 人组必须人口领先啊 越打到后面啊 对双方这个操作 还有这个阵型的控制 哎 要求就比较的高了 好 这里还是盯着这个黄皮 哎 终究是把这个黄皮给干掉了 暗夜精灵 现在还是小鹿的数量有点多 小鹿的话 主要还是对付一下对方的一个水元素 好 那家升到了三级 KOG也到了三 双三 打了一个复活 现在人组人口的话是55 暗夜精灵是42 这一切还是刚才 KOG死的原因啊 如果KG没有死的话 暗夜精灵这个人口不会落后那么的多啊 目前弹总人口是领先了将近18 好 过来直接练一下这个966 可以的 富贵险中球练个大脸 现在南屋的数量非常的多 有四个 火枪也有四个 武器基本上解决了 家里的话 看一下 现在好 开始出女巫了 女巫数量也多一点 攻防在山 小炮也在出 飞机的话 做好侦查 这个时候侦查到对方 哎 好 直到暗夜精灵的一个大盖的打法了 开始 把这个9级的花钢岩给处理一下 看一下花钢岩 能处理个什么好的装备啊 这里的话 山七欧 山七欧能到三吗 大法师让一下经验值 九级怪啊 九级怪 哎 这里还想追大法师吗 他出来了 这边有小炮 小炮后面 哎 刚好啊 这个经验值控制的非常完美 山七欧打了个邪二光环 到了三级 被他也开始发车了 这个时候暗夜精灵也在开始骚扰啊 熊已经趴下了 来开始去杀一下这边小农民 赶紧把塔给升好 好 弹总直接压了过来 你在我主框骚扰 我去你的分框 目前弹总人口领先二十人口 好 就趁这个时间差了 局势赶紧把对方给拿下 无论再拖 如果暗夜精灵缓过来 后面人走二本打三本啊 难度还是有点大 这边暗夜精灵 也在人走家里疯狂的屠农 双方在换 在换 这个时候 把你的战争果树给打掉暗夜精灵 你要回来吗 那回来好像有点打不过 所以暗夜精灵还是选择屠农 这里 哎 农民打不过 赶紧民兵敲出来 回到分框去 好 有小炮在 这边拆建筑的能力很强 两个小炮 只要把暗夜的分框给断掉 那拆完分框 直接就拆主框了 你暗夜精灵 现在拆建筑的能力一般般啊 就杀我一些农民 农民死了 可以再补 哎 好 这里弹总倒是率先TP 率先TP 率先TP 对方也交一个TP 互换一个TP啊 不亏 而且弹总还把对方的分框给打掉了 那接下来弹总的话啊 时间就是金钱 赶紧进攻 赶紧进攻 这个人口就要补上来了 目前暗夜精灵已经补到了52人口啊 熊的话 现在有四核熊 然后买好了毒球 KOG买好了毒球 那家的话 紧水一喝 现在弹总好 再去练一个点 商店采购一下 赶紧抓住这个时间差 暗夜精灵缓过来 就不再好打了 甚至如果暗夜精灵出了山岭啊 后面会非常的硬 山丘现在是三级 大法师也是三级多 这边也就三个小炮 人走73人口 暗夜精灵还在压50人口 暗夜精灵打得倒是非常积极主动啊 已经过来 往人走这边压过来了 那这个时候弹总人口很多 哎 你小鹿又想去骚扰了 家里的话 继续造塔 好 弹总并没有被对方给牵制 而是选择 稳扎稳打 把阵型给拉好 要直接去进攻了 不能给对方留时间 暗夜精灵 一直想把分矿运营好 等资源运营好的话 300打200 人组不带熬打 现在弹总必须抓住这一波时间差 赶紧进攻 好 看见了对方的一个位置 哎 山丘要不要锤 我们看一下 对方现在熊鹿是分兵 分开来了 好 小鹿回来了 小鹿回来 缠绕一下山丘这边一个锤 呜呦 有飞艇接应一下自己的大哥 赶紧接应 其他暗夜精灵再拖 再拖时间 这里看一下弹总会不会上当 弹总这边的话 不能再被对方拖时间来 要赶紧去进攻 得赶紧去对方逐框 给对方给压力 让对方回防 如果对方继续拖的话 分矿开出来 后面这个资源就不得了了 好 我们看一下暗夜精灵 发现弹总在进攻 没有被对方给拖住 他开始破人口了 破了50 现在是54人口 出了精灵龙 精灵龙到时候变成球啊 垫一下这边的法师部队 这里的话 诶 弹总正系不是很好 赶紧调整好 部队有点多好 大法师 去外面采购了一下 捡个素 这边 暗夜精灵的话 小鹿的数量不是很多 关键有小炮 你小鹿也站不住 人口的话 弹总继续领先20人口 这一波压制 我们看一下 暗夜精灵能不能撑过去 这一波 如果暗夜精灵能撑住 暗夜精灵就能赢啊 这一波不能撑住 那就是人族赢 好 那这一波团战至关重要 这个时候的话 弹总也没有着急啊 小炮架在那里开始轰 把你的造兵建筑处理掉 把你的月轮井给处理掉 暗夜精灵 诶 这里还有一个水元素 过来处理一下你这个分矿 分矿暂时还没有运营 好 现在资源方面人族还是优势 弹总78人口了啊 继续爆 要破要80了 对方是56人口 好 山球敲个地板 把熊全部踩晕 缠绕一下 这里极限来一个隐身 救一下自己的山球 小精灵爆 哎呦 山球身上还有无敌 还有大蓝 不错 这边的话暗夜精灵想反打 弹总谨慎 拉扯 拉扯一下 把对方的一个树全部处理掉 然后熊 诶 女巫减速一下 你这边熊 很慢很慢 小炮各种后 暗夜精灵开始用保存了 但是这里那么多熊 你能保存几个 又一个熊被干掉 接下来这头熊怎么办 好 烦恼环童一加 这里破法 看能不能把烦恼环童给拖过来 好 你撤到里面去 那我就慢慢的拆你的建筑 破法往前冲 哇 你敢加烦恼环童 我就把他给偷过来 好 月亮锦又拆了一口 那暗夜精灵不能再丢月亮锦了 再丢月亮锦就卡人口了 哇 又一头熊 诶 吹一下 这里偷了两个烦恼环童过来 山丘升到了四级 人口方面 人足78 暗夜精灵53 还是落后20多人口 那家闪电叉 杀火枪 这边南乌的数量也很多 好水元素照出来 你这边小鹿 只有两个小鹿了 这边把你的小鹿轰掉 水元素你就处理不掉 暗夜精灵人口掉得非常的快 熊 熊因为有这个减速的原因 上不去 上去了之后你回不来 哎呦 月亮锦一个一个被拆 暗夜精灵卡人口了 你出不了熊了 这边人足还有75人口 暗夜精灵只有40多人口 落后30人口了 这边熊 月亮锦少了熊 你这个不计还是个大的问题 你参加烦恼环童 我这边破坏把它偷过来 好 这一波 弹总直接一波团战拿下 暗夜精灵 只是时间问题啊 推出游戏只是时间问题了 这里继续想杀一下 后排的一个男女巫 保存单纯 暗夜精灵 打出了气气 我们恭喜弹总 护国神弹 最后上演一局 拽绝杀 不得不说啊 弹总 还是那个弹总 依然非常的强大 好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赞不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